这对双胞胎从小培养学习的兴趣 找到读书的成就感 在今年繁星双双进台大 我们两个是一轮的双胞胎 所以长得比较不像 我是弟弟今年上了台大法治系 然后他是哥哥今年上了台大土木系 我们两个从幼儿园开始到国校 国中还有高中分组前都是在同一班 那我觉得其实有利有弊 就当然课业上会有一些竞争 然后如果有其中一方是课业上比较优秀的 那就会对另外一个人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同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在课业上的进度是 或者是复习的进度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自己比较拿手的科目 给予对方课业上的辅导 他可能比较喜欢积木或者是模型 那我比较喜欢看书 所以最后也反映在我们科系上的选择 一样是金融市社会组榜首的还有陈思琪 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 繁星选择台大经济系 经济学在未来的生活中 是非常实用的一门学系 它在就业方面的广度 以及对就业生活的帮助度 是对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学系 数学就是多做一些讲义的题目 也要随时去复习以及预习历届大考的难题 以及自由期 另外一样繁星上台大的高宇伦选择动科系 强项是英文 分享高分技巧 从小到大在车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听ICRT为主 我自己也喜欢 也还蛮喜欢英文歌曲 我自己又在看 一些赛事运动 像是NBA或是F1 那种都是还蛮吃英文 在日常生活中也帮助到我说 可以更精进我的英文能力 二姓高中今年在大学的繁星拿到了好成绩 台大就有四位同学很幸运的登榜录取了 那么顶尖的大学 包含台经教程政大等等 也有17位登榜 鼓励所有的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选田校系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更要提早全面准备各项申请资料 那我认为对学生来讲 在繁星的策略上面 还是应该要选择自己的志趣 因为繁星有两轮录取 事实上这几年第二轮的机会也都不错 所以未来孩子们在繁星管道选择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多做这方面的考虑 当然大部分的同学现在可能都还在努力 包含接下来的申请入学 甚至于是分科测验的分发 那我的建议是申请入学必须要及早做准备 不需要等到第一轮结果出来 现在就应该要为第二轮开始做暖身 包含像自己的学习历程的NOPQ 包含像面试的模拟面试的准备 因为这个都需要时间 那越及时 当然未来的准备越充分 胜算也会越大 祝福所有的学生都能进入最喜欢的科系深造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